看看新闻吧 对 而且从这个眼神当中 我们就能够读到 当然在第二天 这对准新人就来到了上海 接受了我们节目的独家专访 来聊一聊他们两人之间的感情 聊一聊他们将来要面对 和一些大家所不知道的小故事 比如说陶欣然之所以 能把安玲如演得这么好 准老公好像也是出了很多力 别笑 二十分钟的采访 陶欣然和准老公何建泽 几乎是一路笑过去的 为什么那么开心 当然是有喜事了 12月8号 何建泽当着众人的面 向相恋八年的女友 陶欣然求婚 把咱们的安小主 激动得泪流满面 我只想说 我很感谢 这个在我狗屁不实的时候 爱我的人 一直还可以在我身边 谢谢 谢谢大家 带上来 如今陶欣然和何建泽 则从恋人升级成了准夫妻 不过他俩似乎 仍旧有些不习惯 坐下来 正正事事 向大家介绍彼此的时候 还小尴尬了一下 你是谁 这是我们家领导何老师 这才是我们家的真领导 陶老师 陶欣然 2011年 陶欣然凭借电视剧 《甄嬛传》里的 《安玲荣一角》 迅速串红 她的准老公何建泽 也是个演员 虽然没有名声大噪 但也有不少作品 电视剧 《新十四娘》中的 楚公子便是她 同为演员的两人 不仅生活合拍 工作方面 更只能给彼此 不少灵感和建议 让陶欣然一炮而红的 《安玲荣一角》 能够演得如此真切 就少不了何建泽的功劳 包括那场 《安玲荣死》的戏码 他一定会说 你说一遍给我听听 你就演给我看看 其实在正式公布电清前 两人还被媒体募集 一起选购婴儿车 难不成二位 这是双喜临门了 朋友有一个小孩 然后我们那天正好是 闺蜜双胞胎 对 然后就是去给人家 看那个小车 后来就是 乌龙了 乌龙了 对对对 我们还是会选择 先买票再上车的 对 是的 有的新天地 上海独家传报道 祝福他们啊